拖延多時的前香港特首曾蔭權涉貪案 10月5日上午有突破性的進展 據香港傳媒報導曾蔭權星期一早上 突然前往位於港島不覺的廉政公署總部 被落案起訴兩項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並於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曾蔭權成為香港歷史上被刑事起訴的 最高級別的官員和首位特首 廉政公署隨後在中午發表聲明 證實落案起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曾蔭權已經獲廉署准許保釋下午應訊 曾蔭權則通過高級私人助理發表聲明 表示在過去三年多一直全面配合廉政公署的調查 稱自己問心無愧 深信法庭會還回他的一個清白 較早前香港政府律政司近期表示 九月中已經向廉署就曾蔭權涉探案提供法律意見 2005年接替辭職的董建華成為回歸後第二任特首的曾蔭權 在2012年年初被揭涉嫌一系列貪腐醜聞 曾蔭權的太太在步出法庭之後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們本來都希望退休之後 可著平靜和寧靜的生活 遠離政治 但是可惜 事與願為 而被捲入這個船窩 而最不尋常的呢 就是大概三年半以來 我們每日都受到不停的滋擾 我認識了蔭權 我認識了蔭權 56年 他絕對是一個正直和忠誠的人 我裏面只是想做他的工作 2012年6月底卸任之後的曾蔭權很少出席公開活動 一直保持低調 不過今年9月3日 曾蔭權作為香港代表團成員 受邀參加北京大閱兵 10月1日又出席了國慶酒會